日益枯竭的生态 不再纯净微笑的爱 沙滩上的褪色与瓶盖 是还不会说的无奈 海洋生态已破坏 过去面貌消失不再 那雨下满的家被伤害 渐速心痛要尽快 让我们许下心愿 让雾染不上眼 从现在开始转变 坚守出发之心能实现 海天一线的花言 梦想离我们不远 保护海洋不分谁 珍惜的自然的自愿 大家好 我叫Fian 谢谢今天K&I给我一个机会 来参与这个环保活动 来做这个主持 在身边这两位呢 一个就是霹雳智慧慈祭环保负责人 就是我们的江俊亮师兄 还有我们的金宝慈祭的那个中心的负责人 就是孙善华师姐 那么今天呢就想要问他们两个 关于一些问题 就是首先呢想要问看一下这个环保中心 目前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那么你们有需要怎么样的建设 跟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吗 你好 金宝呢因为是没有一个中心嘛 我们只能够两个月一次的推动这个环保 只是早上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是在大树下接边的 那也很感恩因为有新预约的帮忙 现在我们是有一个大棚 他们会提供一些环保车让我们去坐 那我们是希望呢在这个地方推动环保不只是资源回收 我们是希望能够教育民众 能够生活化 环保生活化 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是希望呢多一些的年轻人的参与 因为环保年轻化呢 那么就可以尽量的就从个人从家里做起 那么就能够把这个讯息带给整个社区 好的谢谢你 所以上海赤姐 那么现在你们需要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对这个环保中心 那将进一样的师兄 目前呢我们还是觉得金宝区是一个非常好学习的地方 有很多学生 那么在宣传方面 我还觉得要多一点正面的 那么能够吸引更多的学生 年轻化出来参与整个环保的活动 那么呢在环保方面 刚才萨拉师姐有讲到说 我们毕竟还是在大树下 那么目前当然四位也有提供一些地点是让我们 可是可能那个距离呢有离开社区金宝社区比较远 那么如果有一些地方是家里的可能也是不大方便 那么如果是有有心人士能够能够 把一些比较适合的地方 让给我们实际做环保的时候比较方便 让资源回收他们 希望他们家里的人把要回收的东西的资源拿的时候 一个地方安置他们 这样子呢对我们环保方面会比较方便去发展 好的谢谢我们的江俊亮师兄 以及我们的孙山华师姐 谢谢他们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们 大家好我是叫Semi 今天呢很高兴了K&I 邀请我来到这里参与这个环保的学乐 跟做今天的主持人 然后我的隔壁的这一位呢就是来自安顺的代表慈祭的环保的黄雅明先生 嗨黄雅明先生你好 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跟他就是谈谈一下环保的重要性 环保的因为是借那个塑脚带最危险的 我记得我两年前去台湾 我们的师父真言善人 指定必须要收那个塑脚带 因为塑脚带的发明不到50年 危害全世界的那个人类啊动物啊那个好像那个蜻鱼啊 乌龟啊那个骆头啊 他们都是因为吃了塑脚带而死亡 这个短短的50年啊影响到全世界 如果我们把财产留给下一代啊没有留给那个健康的地球啊 我们的子孙没有享受我们的我们留下来的财产 我们要留给子孙美丽的地球最重要 因为如果这短短50年影响到全世界 如果在50年啊不敢想象那个地球好像那个塑脚地球啊 人类不知道住哪里 现在我们吃的东西啊那个吸水草啊 里面的维力啊我们的血液里面已经有那个垃圾 年轻人因为谈谈谈那个方便啊就这样吃吃吃 他没有注意到日夜过后一年过一年了就影响到他们的健康 OK谢谢你今天接受采访 哈喽大家好我是爱斯大那么在身旁呢有我们的K大美女 我们的贝拉你好 哈喽你好 是的那听说哈这个K大最近就要举办这个20周年庆嘛 然后会有这个文化的大会业 那请问在这一方面有什么就是需要我们外界的朋友们来资助你们的吗 呃有就是我们有在才有继续在售卖我们的票 就是一张的话就是单单票根的话就是15块 然后我们的配套就是35块有包括那个我们的票根 有包括我们的衣服还有我们的礼带然后礼带里面有赚一些 呃精品哦然后如果有兴趣呃喜欢购买我们的衣服的话我们有单卖衣服就是一件20块有包送就是我们的礼带然后 是的那刚刚我们在这个开会的时候就有听到你说起一些配套嘛 然后这个配套可以分享一下吗 呃这配套如果是五人行的话就是28块一个人 然后我们的活动是举行在11月8号也就是这一年的11月8号我们地点是在呃拉曼大学学院呃就是呃我们的keta的大礼堂然后是晚上6点开行呃 电话大会也那到时候呢啊相信我们会有一连串非常精彩的这些节目啊还有活动啊就是可以给我们年轻一代的这些朋友们呢一起来欣赏的那当然今天在这里呢我们非常开心就是可以和金宝区域的这些啊慈祭的义工们呢师兄师姐们呢就是做个沟通交流的那在这里呢也了解到怎么样做好环保的意识是的那我们的贝拉还有什么想和我们的朋友们提供你们的消息吗 嗯我们现在也是有做一个呃找资金赞助还有物质上赞助如果有性欲呃赞助来赞助我们的话我们呃很很荣幸然后可以联络呃找我 然后来赞助然后我们这个活动叫做文化大会演技艺�就是传承我们的中华文化然后然后让更多年轻人然后更多人了解我们的这个文化精神以及美德 是的 那在這裡我們再一次的恭喜Bella以及她的團隊們 當然再一次的謝謝你 也謝謝我們此季的師兄師姐們 謝謝你們 謝謝